一座名楼的背后 隐藏着神秘的古老宗教 一件件建筑装饰 在这里却成了他们的主场 而这里也是韩石清明节的发源地 这里便是琉璃之乡 山西境中的戒修士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自家旅游频道 本期视频是金中游的第二期 离开零食后 我们就沿着国道108去往戒修士 零食到戒修只有30多公里 一个小时都不用就能够抵达到戒修 许时早餐吃得很饱 导致我们饭点时一点都不饿 就吃了点在零食超市买的小零食 并且入乡随俗在车里睡了个午觉 咱们就是说 电瓶车真厉害 一觉醒来 我们决定先去逛一下戒修的博物馆 要去的小伙伴需要注意下开放时间 门口有一个清带上马食 有个书画馆里 几乎所有的展品竟都出自一人捐赠 这让我们非常惊讶 里面展出的字画我觉得都非常好看 值得欣赏一番 看了馆内的历史介绍后 我才得知 原来韩石杰竟出自戒修 在春秋时期 因静国内乱 导致崇尔被迫流亡了19年 而介子推一直追随着崇尔 期间在崇尔饥饿难耐时 便割骨奉军 崇尔成金文公后 介子推拒绝封赏戴琪母隐居 最终因金文公放火烧山 逼其出山 而与母亲一起暴树而亡 为纪念介子推的忠心 金文公下令将介子推去诗 那天定为寒时节 须静火寒时 这便是寒时节的由来 而我以为寒时节 就是我们现在过的清明节 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最早清明指的是农耕节气 后金文公把寒时节的后一天 定为清明节 而两个节日太相近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慢慢融合在了一起 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清明节 介修市最出名的风景区棉山 就是介子推隐居修市之地 棉山风景区 离城市还有20多公里的距离 时间原因 这次我们就不打算去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先去游玩 最让我感兴趣的 便是附一层的琉璃展厅 介修被誉为华夏琉璃之源 其琉璃的历史起源于唐代 曾经显赫意识的唐代 九大民谣之一的红山摇 是介修古琉璃的主要产地 北京故宫 西安古建 长沙园林 沈阳故宫 至今仍然保留着介修琉璃的真品 琉璃展厅进来的右手边 有一件高大的赤吻 我们都知道赤吻是在屋顶上的 能够以平时的角度观看赤吻的机会 还是比较难得 我只觉得这件龙形赤吻非常高大 颜色也很丰富 再配上灯光投射过来的阴影 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霸气 只看见这尊可爱的脊兽谢智 超级可爱 它摆放位置并没有很明显 看得不仔细的话 说不定会将它遗漏 我们也是被这个无辜又呆萌的眼神所吸引 忍不住停下来多拍了几张 后面才知道 刚才的龙形赤吻和这件Q萌的脊兽谢智 都是正馆之宝 词赤吻和这件Q萌的脊兽谢智 你能想到这些精美的琉璃作品 竟然都是用在建筑体上的 除去展示了各种琉璃作品 还将烧制琉璃的整个过程还原了出来 可想在那个工业并不发达的时代 制作这样的精美产物 工序得是多么的繁琐复杂 在这里可算是将琉璃建筑彻彻底底欣赏了一遍 也让我们大包眼福 建筑的仙神楼非常值得一看 位置就在博物馆的旁边 过完博物馆就可以过来 经过一个广场就能够看见一座西亚波斯风格的建筑 那好悬啊 竟然进来了 还是十分钟就到了停止开放的时间 本来我们不抱希望了 门口的工作人员说赶紧进来看吧 真是万幸 先生楼始建于北宋年间 被誉为三进四大名楼之一 具体创建年限不得而知 是一座以木结构为主 即山门 月楼 过街楼三者为一体的楼格式建筑 三重沿十字歇山顶结构 先生楼的平面为突字形 突出的部分是过街楼 较宽的部分是月楼和戏台 景区内部看的是戏台以及三节一庙主垫 众所周知 山西省的古建筑非常之多 而这座先生楼既不高大 也不宏伟 但却是非常独特的存在 其独特的原因就是它的历史与文化信仰 先生楼是我国目前仅存唯一的仙教建筑 如果想要看仙教建筑的实力 这就意味着只能到戒修来 仙教光是这个名字我是听都没听过 这方面的知识是完全空白 我就查阅了一些资料来跟小伙伴们一起分享 如果有小伙伴对这方面内容有所了解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分享 公元前七世纪末 六世纪初 在古代波斯帝国诞生了 由索罗亚斯特所创立的索罗亚斯德教 阿奇美尼德王朝和萨山王朝都将它奉为国教 在基督教诞生之前也是中东西亚地区的第一宗教 在我国简称为仙教 仙字意为外国的天神 也为了与本土天神作为区分 该教以崇拜火为主 但同时也崇拜日月星辰 有俗称火仙教 拜火教等 我并没能找到仙教进入我国的确切时间 最早的说法是五湖十六国时期 杰族建立了后照政权 杰族原本的信仰就是仙教 残暴的杰族后照统治政权 最终灭亡于沙狐令 这也导致了杰族人几乎是彻底灭绝 而他们的信仰也随着人而消失 最常说的是南北朝时期 一些波斯和中央的商人 以苏特人为主 他们通过西汉时期开辟出来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 不仅带来了各种商品 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信仰 仙教由此传入我国境内 在我国新疆一带广泛传播 随着传播发展 在中原地区也颇有影响 唐朝时期 其开放包容的姿态 让仙教的发展达到了传播的巅峰 大肆建造仙教的祠庙 为了统一管理这个宗教 当时还设立了专门的机构 并命名为萨宝府 唐武宗会昌年间 历史上著名的会昌悔佛事件 也波及到了仙教 许多仙教的祠庙被拆毁 好在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后又继续得以发展 北宋时期由于波斯商人大量的聚集 不少城市又新界仙词 先妙 而戒修是连接长安和东道与并州的重要据点 同样也聚集了大量往来的仙教徒商人 佛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 天主教 这几种我们耳熟能详的宗教信仰 都是通过丝绸之路进入我国 随着时间流逝 这些外来文化已经融入到中华文化的大系统中 即使到了现在也还有他们的踪迹 而仙教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虽然甚极一时 但最终却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主要是因为仙教的传播 只在波斯族内之间传播 又是家族信徒 他们只和统治阶层进行联络 并不发展当地汉人信徒 所以这个宗教并没有走向大众化 这也就意味着仙教的发展 完全取决于当地湖上的数量 宋代以后 由于中西亚的彻底伊斯兰化与丝绸之路的衰退 导致苏特人商团的衰亡 仙教也逐渐衰落 这就是仙教在我国大概的历史记录 我只是简单做了介绍 如果要细化的话 可说的还有很多 在仙教这个宗教体系中 猛虎 牧羊犬 神牛 大象等动物 都被视为神兽 具有特殊的意义 而在先生楼的建筑体中 能够找到蛛丝马迹 有一个小关公 嘿嘿 我们逛了20多分钟 出来了 国家楼在外面可以随时欣赏 先生楼是免费开放的 只需单记下信息即可 去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下开放时间 别像我们这样匆匆忙忙的 我在搜索先生楼建筑历史时 发现是有这么一件故事 据传在北宋年间 河北地区爆发了一场农民起义 身为众臣的文彦博 奉命率军全去讨伐 然而过程非常不顺利 眼看就要全军覆没时 突然一只神奇的白猿从天而降 帮助了文彦博获得此次战争的胜利 文彦博家乡就是在介绍 他晚年回乡后还记挂着白猿的恩情 当时介绍地区又流行仙教 而仙教带有胜利之神的象征 他认为白猿就是胜利之神的化身 文彦博在修建自家祠堂的同时 也建了这座仙神庙 为了纪念白猿 这个故事我个人感觉充满戏剧性 虚实难辨 但仙神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造出来的 明家近11年 朝廷颁布诏令 照天下回音词 仙神庙也未能幸免 将面临被毁的命运 当时的介绍宪令王正宗 将这座仙神庙改建为三节亿庙 并且亲笔提显了别额 才保住了仙神庙 清顺之年间 三节亿庙和仙神楼发生了一场大火 存世600多年的建筑就这样被毁了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清康熙年间重新修建而成的 仅有300多年的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 仙神楼的外围已经用围栏拦住 而过街楼也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 如今的仙神楼在我们看来 不仅只是仙教文化的象征 也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它都没有实现 在零件下的人 在万八算市场里 已经并且上去了 在山岸家有的现象 在可何二伙三 腿城市行中 合宬 照顾 收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街区的早晨 早餐我们选择这家店 网上看着评分还不错 也是叫淡淡面 但是和我们在临时吃的淡淡面 又是不同的做法 两个小碗一份饼子 辣椒呢 来一点 辣椒鸡蛋 火腿鸡蛋 要鸡蛋 要火腿 烙饼是八个一斤要多少钱都行 八块一般多少呢 两个人 你两个人嘛 来四五块都够了 可以 店里还有线烙的葱油饼是吃面的搭配 我们也点了一点 老板还及时建议两人分量是多少 以免我们点的太多 吃不完浪费了 这个跟昨天我们在 在那个临时吃的那个淡淡面又不一样 昨天那个是干拌的 这个是汤面 看似是有红油 但是一点都不辣 同样没有四川淡淡面的麻辣味 是咸香味 我觉得吃着不算重口味 油香顺滑的面条 配上线烙的葱油饼简直绝了 看到这家大多都是当地居民来吃的 两碗面加上饼子一共花了18元 这里是正好是北潭小学的对面 这一家 哎呦干嘛呀 借修蛋蛋面 即将抵达后土庙 从早餐店过去大概只有一公里多 并不是很远 所以决定步行过去 后土庙是不需要门票的 只需刷身份证进入即可 去的介修两个景点都不收门票 还挺让人出乎意料的 对我们游客来说真是太友好了 后土庙以琉璃文明于世 又有琉璃艺术博物馆的美称 昨天在博物馆看的琉璃展虽然很丰富 但却是作为摆设来欣赏 所以想看实物的琉璃建筑 还得是来介修的后土庙 后土庙是建于北魏年间 这里可不仅仅只有一间庙宇 而是有八座庙院 整个后土庙景区总面积达9196平方米 是一座规模庞大的全真道教派古建筑群 自古被称为道家地 这里的建筑无论大小 所有的屋顶上都被琉璃娃所覆盖 碧绿 金黄 孔雀蓝是这里的主色调 得 conform如何 能稳住教派古焙 帮助老师因为获術把目楼 Autof apart 老师して在其竞不大 很不浅 ék получается 第二时间都abil точно 今天就能获补 用达と串 stockpile 不速hores当光 对手努力力 至別呼出 比与乎哥 loado Cru 旅рист 北 探柄 主板 向可 无许 公屋 泡 精美的琉璃事件 简直是让人眼花缭乱 多组的琉璃赤纹和几叉高低错落 再配上一些木雕 砖雕 怎能用一个精致美丽来形容呢 真是让我不得不感叹 古时匠人精湛的记忆审美 从入口出进来 传国天王殿 护法殿 献廷 便来到了三清楼 平时看到佛教踩塑箱相对多一点 这道教人物的塑箱 我们看到的机会却寥寥无几 这里供奉着道教神仙里级别最高的三清 玉清原始天尊 上清领宝天尊 太清道德天尊 抬头一看 大殿顶部的早景还会有太极八卦图 所以三清楼又称八卦楼 据说殿内还有明代的外圣朝元千尊彩塑 只不过现在好像不允许观赏了 所以我们也并没有看到 穿过类似地下通道的路出来 才发现刚才是走在戏台的下面 后土庙除了精美的琉璃屋顶之外 最值得一看的就是这座戏台了 这座戏台建于名时 被称为中国神庙古戏台的极大美者 它是明代最高最大的戏台 高度达13.11米 通阔28.39米 它也是古戏台中的首例过路台 戏台的下面用粗大的柱子作为支撑 呈空洞状形成通道 连通前后的三清殿和圣母殿 类似于过街楼的建筑 我们来时能看到很多孩子席地而坐 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景象 通过自己的画笔来记录古建筑的美 这让我们感觉非常出动 同样是记录 而我们的工具却是用镜头 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分享我们所见的美好事物 戏楼的对面就来到了最主要的庙宇 这里供奉的是后土娘娘 在道教的神仙谱系里 后土娘娘是道教四域之一 她掌管着大地万物 被百姓称呼为大地之母 人们相信后土娘娘能够保佑土地丰收 山川安宁 人民安居乐业 所以后土娘娘在民间备受崇敬 这水杯又弄过的 这个杯水也坏了 我怕它是用来没做过的 所以经营客将会难消失 就会让我下画的 鞋子 我们下半月的木材 我们下山 炒到这世界的材料 这边在戒指 有点 暂时 我 有点 准备 谁 適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里主要是为了看琉璃建筑 果然是没有让我们失望 后土庙中午12点关门 所以我们也赶着这个时间点就出来了 早饭吃的全是碳水 这个时间也完全没有想吃午餐的想法 其实戒休还有其他有意思的景点 我们没有去逛 如果时间充足 戒休室内最起码要一整天的时间游玩 而且中午的时间段景区是不开放的 这就会缩短在景点的时间 要去的小伙伴一定要和李安排一下时间 我们逛完后土庙就准备离开戒休 也不打算去其他地方了 离开戒休下一个目的地 本想着直接去往太古 没想到竟意外去了曾经的中国华尔街 遭遇古城 作为曾经经商的大本营 现在看来属实是有点低调了 假期的古城人流量并不是很多 这让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可以闲逛 以至于在这里花了大半天的时间 在一条小巷子里竟意外收获到了各种线烙的饼子 在戒休吃到的站片子 到了旗线这儿就叫做拖叶 好了那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对我们自驾旅行视频感兴趣的小伙伴 请点赞关注我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